今天是2021年9月2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的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问题 大家给我一个回应,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因为我们现在直播是通过 通过这个OBS出去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给我一个回应好吗 OK 可以吗 有没有 有启启叫啊,听得到啊 可以吗 没问题,OK谢谢啊 我们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不顺利,因为我们第一次 这是我们第一次用OBS来进行 进行这个直播 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以后能够通过OBS 今天为什么要通过OBS来直播,原因是因为 我们今天有个图片 我以前就很想用图片通过OBS 向大家展示我们的这个图片 那今天就我们OBS可以向大家展示的图片,到时候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 融创惊魂 第2个是广州土拍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启示 第2个是全国大限电,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限电这个情况呢,现在我们之前做了三期节目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比较明确 普遍的 大概有21个省在限电 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我们来分析一下 先讲这个融创 恒大爆雷,然后建业出了很大的问题,建业是一家 河南省的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那么现在呢24号呢 这个有一封信 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这封信来自哪里,来自融创 融创的绍兴的分公司,给当地政府 写了一个求助信 这个求助信呢,让大家担心这个融创是不是有 风险 他这么说,他说这个今年房地产市场转折之年 也是环境变化最激烈 最颠簸的一年 那么从中央到地方调控 政策调控不断升级加码 他说今年6月,这是融创的绍兴分公司,绍兴在浙江 那么今年6月3日以来,绍兴多次出台 楼市管控措施,目前包括 限售限购 限地价限售,然后限售价,现金装修备案价 二手房指导价等政策 然后现网签收紧房贷 激进停贷 那么调控严厉程度 不可谓不大 然后呢受政策影响,二手房交易大幅下滑 6到8月绍兴三个区,二手房 签约只有3861套 同比下降了62% 新房方面,新房这个民众市场信心受到重挫 购房意愿大幅下降 他近乎12个楼盘为例 到访量仅为5月份的20% 然后成交量不到15% 所以呢目前市场 整体市场温度 基金冰点 这是融创这个绍兴分公司 给政府的一个求助信 讲的这个状况 然后他说呢融创了绍兴分公司面临的现状 和巨大的压力 融创是2016年进驻绍兴 陆续开发了 八个项目 总投资是500个亿 那么目前是绍兴投资额最大的房积产公司 他现在求助的是一个项目叫黄九小镇 黄九小镇是融创在绍兴 目前是最大的项目,八个项目里面最大的项目,目前已经投入了77亿 那么项目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8月份开始卖 这个惨淡 市场低迷惨淡的影响 目前只收回2亿多现金 8月份开始卖,卖到现在只卖了2亿多 每周只能卖出去一到两套房子 他这个房子呢,他这个项目的每年的这个成本 资金成本8亿 8亿就利息 所以呢现在这个项目收支完全失衡,陷入绝境 难以为继 那么现在呢绍兴呢 融创在绍兴的8个项目,预售监管资金有40个亿 其中监管资金33.3 屡约保含6.7,加上已经投入的资金 那么合计沉淀资金117亿 同时呢他网签进度受限 为什么网签进度受限,主要是贷款,贷款下不来 那么有600套没有网签 涉及到按揭资金10个亿 所以在他三重重压之下 他们现在融创绍兴的日常经营工作举步维艰 情况日益恶化,希望政府支持 那么 这封信出来之后呢 当然融创这个美元债就跌了,跌得很厉害 然后呢上半年其实融创我们看着融创的 资金状况到底怎么样 融创是 半年报显示融创总负债 9971亿 大数就是1万亿 那么有息负债是3000亿 短期负债是909亿 非受限现金是1011亿 也就是说他现金 现金比这个短债要多100亿 那么资产负债率是82% 比2020年末下降了1.24% 那么当然大家知道房地产公司靠的是什么 其实目前房地产公司 主要靠 现金回流 就是销售 现金回流是他的主要的资金状况 那么融创现在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链面临考验 那么大家都记得 在半年 就是中期业绩交流会上 融创的这个老板 叫孙宏斌 孙宏斌 他说了一番话 现在来看 真的蛮有道理 他说 下半年销售压力非常大 预计下半年的市场也比较惨烈 他还预言说除了我们 开发商都有可能爆雷 结果他自己现在传他有爆雷 然后9月10号万达发公告 说这个融创集团已经终止跟万达 签署的21家酒店的管理协议 融创是从万达手上买了21家酒店 他买了21家酒店 当时万达不是 这个叫什么 万达就开始减这个减债 就卖资产 把酒店卖给了 把酒店卖给了这个 融创 把这个商业地产卖给谁 复利 复利现在资金 资金状况 复利就开始有资金状况 因为他先拿钱去买 买那个万达的这个商业地产 商业地产就是购物中心 那融创就买到酒店 买了21家 然后融创就说这样 我买了这酒店 我委托你来管理 那管了一年多 这个基本上融创自己也学会了 就不要他了 就终止他的合约 大概是这样 就准备 就准备把酒店拿回来自己管 然后另外呢9月24号 融创还出售了 他控股的一个叫 拓胜置业46%的股权 他股权下降到46.26% 大体上是这样 融创如果是按照三道红线 人民银行规定的三道红线 这三道红线就是剃除预售款 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 然后净负债 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然后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 那么如果按照半年报来看 融创中国是踩了一条红线 他融资会受限制 但是从总的财务状况来看 融创的资金状况 并不是特别差 那么绍兴分公司求救 可能跟他们这个融创的这个管理体制是有关系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整体资金 整体融创中国资金有问题 有可能是这样 不过 咱们还得 还有一个因素要考虑 就什么呢 孙宏斌本来是一个非常激进的 他的经营策略 非常激进 所以你看 融创这几年翻着跟头往前跑 比其他的房地产公司发展得快 你基本上看基本上他是跑得最快的前三名之一 所以呢 他到融创这么激进 当然去年从去年开始融创就慢下来 开始开始降低他的资产负债率 那么所以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外界不知情的债务也 未可知 所以这里面 主要是因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恒大 恒大一爆雷 那么市场就成为惊弓之鸟 那么 大家就不断的猜 猜什么呢 猜下个是谁 所以融创这封信一跑出来吓得够呛 为什么 你想一下 恒大是写过信的 求救信的 恒大写过求救信 恒大是去年8月份写的求救信 今年就爆雷了 建业也写过求救信 建业是9月9号写过一封求救信 当时省长给他批示 所以这两家公司都出状况 建业也差不多到头了 所以这两家企业都爆雷 所以为什么大家一看到融创的这个求救信 吓得够呛的原因是什么 吓得够呛的原因就是因为 其他 这两家写过求救信的都出了状况 结果融创也封求救信 把大家吓得够呛 那么 恒大呢 我们就更新一下恒大 恒大现在彭博社有个消息 讲什么呢 讲恒大海外信托机构 融创在海外有信托产品 信托产品 那么这些信托产品呢 是怎么个玩法呢 就是信托公司 信托公司 也就是信托机构 那么代表这个恒大 发行一种固定收益的信托产品 比如说存款证 或者是怎么 总之是一个信托产品 那么信托公司 向市场发行 发行之后呢 他就收集了一堆现金 这一堆现金呢 就打个包 借给恒大 然后跟恒大收集 收取利息 那么他向市场零售的这个产品呢 这利息稍微低一点 像恒大这个卖给恒大的这个 借给恒大的钱的利息高一点 中间有个息差 中间有个息差归谁呢 更新 归信托机构 那么这信托机构呢 就要承担风险 什么风险 如果恒大 不给他钱 他自己得给 给这个向他购买的 这个信托产品的 这个投资者要给他钱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有一些 就是帮着恒大发行了这种 固定收益产品的这些 信托机构开始 替恒大把这钱还了 但是恒大没给钱给信托机构 那么这信托机构去找恒大 讨论 怎么办 这个钱怎么办 你怎么样 还不还 你不还呢 那你是不是展期 跟恒大找恒大讨论 好 找恒大算账 大概是一个 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恒大说 对不起 我还不起了 我要违约 那有些信托机构就可能因为这个 他就倒闭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付不起 那可能会 因为他不给他钱 他如果他自己资金 资金有限的话 他就 他就没办法 他没有收到恒大的钱 没有收到恒大钱 他怎么给这个投资者钱呢 如果有实力 那我不怕 我给他 如果没有实力 他就倒闭了 所以这信托机构 信托机构在西方是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用机构 就说你不可以轻易的开信托公司 你开了信托公司 你要承担 承担这个道义上的责任 所以一般信托公司 除非他没有没有办法 否则的话他尽量会还 大概是这样 这是一块 恒大在海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恒大在海外的信托产品 总规模有多少 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没有公布 因为都是信托机构 在外面发行 除非有人统计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 恒大在海外的这个美元债 200亿美元 200亿美元 这个美元债呢 就是恒大自己发行的 恒大找这个 找这个投资公司 投资机构 或者是找这个 找这个中介 那我要发行100亿美元的债券 利息是多少 出一个债券 然后在 债券平台上发行 发行然后投资者去认购 那这个风险呢 就是投资者 和恒大之间 那么投资者可以直接找恒大 那现在是200亿 200亿这一块 那么 几乎现在所有的投行 大的投行都买了恒大的 债券美元债 只是数量的大小 比如说像汇丰2亿美元 但是有些买了10几20亿 也有 基本上是这个产品呢 为什么会有人买恒大的债券 因为恒大的债券利息比较高 但是风险比较大 那么恒大上一个星期 上个星期有一笔债券的利息到期 那么总金额是8351美元 债券持有人没有收到 恒大的付款 也没有收到恒大的通知 恒大到现在没有说过 这笔债券怎么怎么安排 没有说 那么现在那就进入什么呢 这笔恒大的这个美元债 就进入一个30天 30天 复息的宽限期 这30天之后恒大还不复息 那就正式违约 叫债券正式 实质违约 这是一个 如果这笔债券违约 它可能引发什么交叉违约 因为有些产品 是基于这个美元债 发行新的产品 以恒大美元债 这笔恒大美元债 作为一个基础 再发行其他的产品 那么如果他这个违约 那个产品也会违约 所以叫交叉违约 为什么金融市场会形成风潮的原因就是 有衍生产品再衍生 衍生再衍生 你后面都不知道卖了多少轮 就是比如一块钱 我借一块钱 市场上可能变成多少钱 可能变成100块钱 就是不断的衍生 各种衍生产品 这就是现代金融 现代金融 让整个经济 非常的蓬勃 因为资金越来越多 融资越来越多 当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 经济就很蓬勃 但是 现代金融也非常 风险非常大 你不小心 你根上出一个问题 就会引发风潮 就这样 那么本周恒大还有一笔美元债到期 这个金额是 利息的金额是4750亿 那么恒大的 美元债的总额是200亿美元 如果按照 美元债最高利息曾经到过13厘 那么大体上美元债恒大一年的付息大概是15亿美元 大数是小100 小100亿人民币 那么据说呢 现在恒大的银行账号被严格控制 政府控制 就是不让他去拿去干别的 只干一件事 完成 就是保交付 就是政府现在的第一目标是什么 政府现在的第一目标就是把恒大的这个楼 焦楼 完成焦楼 为什么 因为焦楼这件事情是会引发社会风潮 所以政府呢 把资金呢 优先干什么 优先去 去保交付 保交付是什么意思 保交付就是 把钱给建筑建筑公司 让他把这个楼盘 完工 完工就焦楼 焦楼就这个项目就close 恒大这下就过了 过了一个雷 一个雷一个雷这么蹚过去 现在是 政府的取向就是这个 那么恒大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恒大的债券 债券就一跌一涨 那么 一跌一涨 香港涨 美国跌 那这个 恒大就是 恒大现在是三 三块 一块是恒大财富 恒大财富就是2015年成立的恒大金服 他原来是个P2P平台 帮恒大融资 那么后来呢 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个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其实就是存款证 那么理财产品卖了多少了 400亿 恒大理财有400亿 现在这400亿到期 恒大没办法偿付 现在的解决400亿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让恒大去用房子底 那么基本上28号 今天是27号 28号去选楼 明天开始选楼 这是一头 然后一头美元债 美元债的问题最大 风险最大 因为美元债如果他 如果他不管美元债的话 美元债报的话 那可能他的 因为恒大是香港上市公司 那可能就会有人 跑到香港去申请他破产 那么恒大在香港上市 那恒大 恒大的雷可能会从这里爆 那么现在的情况 现在风险最大的就是 恒大的信托 海外信托 恒大的美元债 这两块 现在 恒大美元债值到200亿 恒大的信托是多少 不知道 那么但是 现在我们知道的是多少 什么呢 恒大现在的融资总额 恒大和国内的信托公司 68家恒大信托公司 产生的信托融资 在国内 占他融资总额的40% 但是海外是多少 不知道 可见 恒大在信托这块的融资规模是非常大的 国内占到40% 那还有一些民股实债 民股实债也是不知道多少的 总额多少 大数是3000亿美元 那么今天在网上流传一个视频 什么视频 就是恒大和中小投资者的见面会 应该是恒大财富的见面会 那么说明 这个视频的说明说 恒大老板 许家印在场 但是那个因为他是个是个全景 其实我们看不到 视频里面有这个许家印的影子 但是 但是说明是说许家印在场 然后这个投资 其中有个投资者 每句话里面 都骂一个脏话 每句话里面都骂一个脏话 那是 把许家印骂的个 狗血喷头啊 我们现在不确定许家印是不是在现场 但肯定的是 不管在不在 就是许家印现在这个处境不大好受 为什么 你想一下 很多人把身家 都投到了 整副身家 投到了 这个理财产品当中去 你现在不还别人 你想想看 你是他 你会怎么想 推特上有人说 这个太粗俗了 骂得太 太脏了 如果你是那个人 你可能会骂得比他还脏 这个没有什么话讲 借债还钱 杀人长命 天经地义 所以许家印应该想办法搞定别人的这个借的钱 如果 许家印在现场 说明什么 如果许家印在现场 说明 许家印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为什么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许家印 你会参加这个 见面会吗 你也不会参加 为什么 不好看 对吧 不好看 所以这个 我觉得 但是我们现在看不见许家印的样子 所以 无法判断 但我是觉得 我印象中是去年 去年11月份 去年11月份还是前年11月份 现在时间概念已经不是前年的11月份 前年11月份 当时恒大就曾经发生过一次危机 当时 就发生过一次危机 然后从那次开始 许家印就印象中许家印就已经 就已经边控 什么叫边控 就是边境控制 你过海关的时候 如果你是边控名单上面 一输入你的名字 那就会跳出来 然后就会有人让你进了房间 然后你就别出去了 基本上就这样 叫边控 就是中共 中共对这个人身自由 共鸣人身自由的一种控制手段 这是违宪 但是 但是他在做 中共在干这件事情 据说当时许家印就已经被边控 走不了 为什么这些富豪 其实 你像许家印这种情况 他其实每年通过这种大量分红的方式 他已经 我印象中他应该分红他应该分了800多亿 分红光分红就分了800多亿 还不包括他手上握的股票 手上的股票 你可以把他当做一个bonus 所以其实这些人应该早就跑了 他为什么不跑 很多人就很 很意外 就想不通这个道理 你想想看 你那么多有钱 许家印身家肯定过千亿 不包括那个股票 不包括卖掉股票的问题 他为什么 他这么有钱 而且你看 中共这几年来 越来越疯狂 你前面有马云 后面有这个马化腾 对不对 给折腾够呛 你想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还在这待着 我早早都跑到海外 买个小岛 不挺好吗 不香吗 为什么不走呢 今天中午看见马卫都 马卫都在 腔腔三人行的一个节目当中 他讲 他其实讲的就是 讲的就是这个许家印 他说的 当时他见许家印 许家印去健身 然后回来以后 他们就在大堂见面 许家印说许家印穿个健身服 披着个大衣 走到他面前 然后这个 一抖 所以一抖 打一接 后面就有人插接住 手一举 这学家就放手里 喀巴巴 一举手 后面就有人把他 接过去 弹好了以后 再把他放回来 这一说话一举手又放回来 他说那这种国内的这种马屁拍的 拍的这富豪那个爽 他就是说 坐下来聊天 中间的这些伺候 这种服饰 这可能是 可能是这些富豪这种感觉太好 不过我还有一个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这些有钱人 这种 他们在人群中的那种感觉也很好 就是那种 就那种一呼百应的那种 前呼后拥 一呼百应 人山人海 一出门人山人海的那种感觉 也很好 这种感觉在国外没有 在国外没有 所以 这就是这些富豪们 不肯走 明明知道有危险 但是还不走 另外呢 今天还有一个新闻 什么新闻 广州卖地 第2轮的集中工地 第1轮集中工地大概在4月份左右 第1轮的集中工地房价涨 增加了房地产热度 那么第2轮 现在进入房地产拐点了 广州卖地的卖得怎么样 9月26号 到27号 两天 总共挂牌48种地 结果25种流牌 超过一半 那么在成交的23种土地当中 18种底价成交 只有5种 溢价成交 就是超过底价 最高溢价15% 所有成交土地 平均溢价仅为1.5% 那么4月底 广州是第1轮集中 集中工地 刚刚过去5个月 整个市场已经翻天覆地 冰火两重天 那么当时第1次 4月份的第1次集中卖地 当时有320个马甲 参加这个摇号 那么其中 其中一宗土地 一块地 他缴纳的保证金 就是 有一块土地 来了320个马甲 马甲就是 房地产公司 注册家公司去投 这是马甲 参加摇号 参加摇号 然后呢 为了这块地缴纳的这个保证金多少?1200亿 就为一块地 所以你想想看 今年第1次 这个集中卖地 热度有多高? 那这次 这次什么情况? 这次 总的 总共收到的这个保证金 才560亿 还没有那块地的 一半多 那一块地就1200亿 这总共这次卖地总共收到的保证金 才569亿 所以你看看什么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 最强手的一块地 最强手的一块地 是攀于飘风路的一块地 这次拍卖最强手的一块地 只有7家公司 7家房地产公司 报名 那么出价环节 最受欢迎 最强手的一块地 7家公司没有一个出价 跑到来站了个队没出价 这块地结果怎么样 流拍 报名数量排第2的另外 另外一块地 也是6家公司 跑到来报了名结果不出价 所以呢结果 这两块地 都流拍 这次活跃在市场上的是谁呢 就是两种企业 一个是央企 中央国企 一个是地方国企 那么中央国企是中海 珠海实业 各拿了三块地 然后月秀跟南投各拿两块地 其余的就是各拿一块地 包括这个 包括广州的一些世俗企业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广州派地 是非常的惨淡 非常的惨淡 我们上上次节目讲过 第2轮拍地整体都非常的惨淡 整体的非常惨淡 其中像南京和重庆 南京跟重庆 包括沈阳 沈阳很惨 沈阳是最惨 46中地只有10块地 拿出来卖46块地 只有10块地有人报名 你说什么情况 南京跟重庆 在这个 大部分都是底价成交 然后有一堆的终止拍卖 就是没有人报名 没有人报名怎么办 没办法就收回 就大量的收回 8月下旬以来 第2轮总共有6个城市 福州 青岛 济南 天津 成都 沈阳 土地市场非常冷清 那么平均溢价不到2% 然后底价成交高达83% 刘拍 刘拍还不包括那个什么 不包括收回 刘拍就是 已经符合拍卖条件 上架 开始拍卖 这个时候没成交的叫流拍 流拍占到多少 32% 那么其中的还有很多是什么 很多不符合条件 就收回 所以呢 大家知道房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开发商 他买地有两个前提 第1个前提是什么 融资环境很好 就我可以借钱 我开发 房地产需要借钱 不断的借钱 从买地 到这个开发 到这个整体收回 它是一个轮回一个一个循环 所以呢 开发商买地有两个条件 第1个融资环境正常 第2个 房价没有明显的下跌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是第1 融资环境很恶劣 对吗 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 各种现代 所以 1 融资环境额劣 第2 应该房价开始明显下跌 所以这两个前提一动摇 开发商就不买地了 那么这个就反映了什么 房地产市场是 房地产市场有两个我们叫先行指 先行指标 两个先行指标 第1个先行指标就土地 土地是一个先行指标 为什么 因为开发商 他左手 在市场上卖房子 右手在土地上买土地 开发商中间靠的什么 他的基本的原材料就是土地 在土地上盖房子 所以呢他左手在市场上卖房子 右手在市场上买土地 所以他对市场最敏感 他一感觉到市场的温度下降 他买地的速度就会下降 大概是 所以 土地市场 是房地市场的叫先行指标 他提前反映市场的 情况 这是第1个 另外一个指标是什么 另外一个指标就是 开发商 就是 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投资也是房地产市场的 先行指标 因为当房价在涨的时候 开发商就急急忙忙的要盖房子 因为赶紧趁着市场好卖掉 当他发现 当他发现市场开始往下走的时候他怎么样 他就不盖了 为什么 盖的也没用卖不动 我把钱全砸的 砸到砖头里面不能这么干 所以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第1个 土地市场开始急剧降温 土地市场急剧降温意味着什么 因为房地产市场在降温 那么我们之前讲房地产史诗级的拐点已经到了 然后我们又讲过房地产开始下行的 下行的信号越来越明显 实际上现在通过土地市场你还能够判断到 房地产市场开始 下行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大家要小心,我再提醒大家 就是要小心 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那么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呢 就是关于房地产风险,我们讲一下 那么这是日经网 有一条稿 日经网有一条稿 他讲两件事 我们今天来试一下,试一下我们能不能够实现到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讲两个数据,一个数据是讲 中国民间债务 占GDP的比例 你看这个蓝色的指标,大家能看见吗 蓝色的指标是日本的指数 这个红色的指标呢 左边那个图 红色指标是中国的指数 就是说中国的民间债务的余额 占这个GDP的比例 已经大大超过了什么 已经超过了当年日本 你看一下啊,当年日本最高峰的时候就是 房地产泡沫的时候的比例 已经超出了,超出了日本的比例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住宅价格相对于年均收入的这个倍数 当年日本 当年日本这个泡沫破裂 的顶峰是多少 多少倍 当年泡沫顶峰 1990年 东京 东京的这个房价 是年收入的18倍 中国的是什么,你看一下中国那个红色的字 中国是深圳是57倍 北京是55倍 上海是45倍,广州是40倍 这是 然后呢这个日经网的这个文章就说呢 就说呢这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这个泡沫 已经大到 就是很危险的地步 分分钟会爆的地步 大概就是一个这个 怎么样可以吗 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还成功吗 可以啊 OK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 房地产的这个数据呢大体上给大家 通过什么呢通过三个,第一个融创 融创 的这封信 融创的这份求助信呢虽然它只是 绍兴一个分公司的一个情况,但是 其实这封信实际上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现在房地产的一个状况 开发商在房地产市场当中的处境 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今现在 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是什么,另外一头就是恒大,恒大现状 恒大的现状就是政府现在就摁住他 不让他报 然后就把所有的钱拿来干嘛 完成 交付 就完成交付的这件事情 那么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讲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 风险 就是房地产的风险 通过什么呢 通过 广州土地拍卖 还有个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债务率 一个是债务率 一个是这个收入和GDP的比值 都超过了当年 日本房地产的泡沫 泡沫爆破之前的这个水平 好,那我们今天第1个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第2个主题 第2个主题呢讲限电 这两天我们讲了很多限电 限电对中国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 你现在看的是什么呢,现在从9月下旬开始 从东山省 东山省到广东广西 从新疆到山东江苏浙江 你看整个这个全国大概有21个省 都进入这个限,不同程度的进入这个 限电甚至是拉闸断电的一个这样的情况 不仅影响什么呢,不仅影响这个居民的生活 当然最重要的影响是工业 那么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限电 它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我们现在来看啊 中金公司统计9月份以来 那么公告限产的上市公司截止9月23号 有10几家 10几家 仅次于2018年 大家记得吗,2018年5月去产能 当年是去产能不是限电 去产能的发改委 给27家公司 让他们限产 那么这一次呢是17家 那么2018年是27家 那么现在中国的大概有67%的电力来自于火电 那么2016年开始去产能,大家记得2016年为什么去产能 因为2008年,2008年的4万亿 4万亿出来刺激整个的原材料行业 包括煤炭行业 大发展 因为需求增加了 结果这个大发展到了2016年呢就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就干什么 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怎么办 就开始去产能 去产能去哪些产能 中小煤矿 那三西就开始关闭那些中小煤矿 关闭中小煤矿消灭的是什么 消灭是煤老板 三西的煤老板就这个时候开始消灭掉 那么 2016年之后 中国煤炭去产能之后 就开始煤炭不足 严重不足 另外一方面也是减排,减排也削弱了这个煤炭的生产 这是一头,就是本身的本身资产开始下降 下降严重不足,严重不足是干嘛,进口 今年为什么 为什么会不足 煤 煤价上升 今年的一到八月 那么 那么 这个 原煤,中国国内的原煤生产,累计只有4.4%的增长 但是需求大幅增长 所以 自己生产的原煤只增加了4.4% 4 而进口煤炭 大幅下降19.5% 所以为什么今天上午有人问 说为什么煤价会上涨,煤价会上涨是 国产,自己本身国产的煤炭 增长不够 然后进口煤炭下降了你大数20% 那所以 进口煤炭占中国 煤炭产量的8% 大部分是什么 大部分是动力煤 动力煤就是5500大卡 在动力煤,就是动力煤要求两样,第1个 燃值要高,第2个要便宜 那么 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 这是导致这个煤炭价格 大幅攀升的原因,这也是导致了电厂不愿发电的原因 所以大规模限电停产 一方面 是这个能耗 能耗 能耗双限 意外一头就是煤炭价格飙升 那么现在 中金公司的数据来看 那么大部分还没有明确限电的时间 其中包括呢江苏跟浙江 江苏浙江的是限电 限产会到9月底 云南是黄陵 工业硅 然后广西和新疆是电解铝 对这两个行业的限制会一直到年底 然后所以呢从这些情况来看 从这些现产 限电的情况来看 四季度 工业会受到 这个能耗双控的影响 会受到影响 第四季度 那么大家都估计呢现在10月份的限电的情况 会有一定的好转 但是 整体的供应量仍然会在 11月份会有个气候大会 然后是明年的冬奥会 也不会明显的好转 10月份会略微好转一点 但是 但是11月份以后仍然会 会恶化 所以呢 从这种情况来看 第1个 大宗商品 居高不下 价格居高不下 因为你限产 你限产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涨 所以呢PPI会是上升的 那么8月份同期涨了9.5% 是2008年9月 以来的最高点 就是PPI 9.5% 但是那头 CPI呢 是很低的 CPI我印象8月份是 9% 所以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企业 企业 没有办法盈利 所以呢基本上 中金预测 CPI到11月份之后 可能会上升到2%以上 那么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呢就是 这个 现产 现在21个省 21个现产的省 占中国工业增加值的70%左右 都是工业大省 浙江江苏广东山东你说说看 那么 双控政策 首先冲击的是9月份的工业 那么 然后呢对第4季度的GDP会产生影响 那么中金公司的预测呢是 第4季度的GDP会影响0.1%到0.15% 然后野村 野村预计呢 他影响会大一些 那么限电会造成供给上的冲击 令第3季度第4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测 野村是由5.1和4.4 下调到4.9和3 第4季度会跌到3 那全年呢会从8.2 下降到7.7 这是 然后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 形势强 他对第3季度GDP的增长增速是4.5% 他是非常的悲观 觉得第3季度只有4.5% 如果第3季度4.5%那第4季度可能 可能3%附近 那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有两点 第1个 限电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仅仅限于工业 我认为限电 会向其他领域外溢 会外溢到哪里呢会影响到消费 甚至会影响到服务业 当你消费受到影响的时候 你服务业会受影响 因为你整个社会运行已经不正常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限电对经济产生的冲击 比想象来的大 因为你虽然你仅仅是你现在讲高能耗的产业会受影响 大家不要忘记了 当你高能耗的产业它全是原材料 所有制造业加工业 它的原材料都来自于 来自于这些高能耗的产业 如果高能耗的产业不正常 你想想它的下游 它的制造业它能正常吗 正常不了 它买不到原材料或者原材料原来是100块钱突然变成了150甚至200块钱 你怎么你怎么做你没办法做 所以PPI会继续飙升 但是CPI我觉得并不容易那么涨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的消费受到 受到遏制 当你消费受到遏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正常 你传导不到 你的PPI的价格传导不到市场上去 因为你需求根本 根本就很疲弱 需求越疲弱价格越下跌 广东话有句话叫什么 叫这个 就是物件 逗穷人 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价格越便宜 人越没钱 所以呢 很多人以为什么呢,很多人以为房价跌下来我就会买得起房 不是的 当房价跌下来的时候你更没钱 你更买不起房 就是房价涨的时候你的收入也在涨 所以你要想办法让你的收入更快的涨,而不是说希望房价跌下来 因为房价跌下来你的钱包会瘪得更快 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关系,这就是经济学的规律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经济会受到什么呢,受到一个 短期,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只看到的是短期 就是第3季度和第4季度都会受到限界的冲击 而且我认为中国经济在第3季度跟第4季度都会低于3% 经济增长 当中国经济 增长低于3%的时候 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的矛盾都会出来 核心的矛盾有两个 第1个矛盾 就是以财政收入 以地方财政收入崩溃 为 为前提 引发的一系列的 社会保障危机 比如说 医疗 比如说养老 比如说教育,教育现在有问题 教育为什么有问题 你看他开始把这个教培行业灭掉之后 把学生在校时间延长 然后民办学校也开始消灭民办学校 其实现在学校的资源是严重不足的 然后他的财政又开始出现 财政收入上的问题 所以教育这块会有大问题 教育有问题 医疗有问题 然后就是其他的跟这些有关,跟公共社会保障有关的 都会有问题,因为社保会有问题 因为很大部分的地区的社保都需要政府补贴 但地方政府有财政困难的时候 这个社保就会出问题 这是第1头 第2头是什么 第2头就是需求 现在需求 特别是长江以北的地区,长江以北的地区社会需求 80%来自政府 如果地方政府没有钱 那整个社会的需求就 迅速都萎缩 整个社会需求迅速萎缩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景气度就开始下降 餐厅就要倒闭 这些餐厅这些什么消费都会倒闭 所以这块就整个市场的这个景气度就会降到 跌入冰点 大家知道如果社会景气度下降意味着什么 就业会出问题 大概是这样 好吧那我们今天我看看是时间 好,我们今天又 又讲超过时间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吧,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鸣谢一下 谢谢 打卡悉尼凌晨的节目今早起来看 网舍节目的信息量大 分析深刻,听完一整天都亲身抖擞 谢谢 谢谢 观点,王先生抛弃富豪们不愿意移居外国的心理 太到位了 我虽然不喜欢孟晚舟,但看到她回深圳时 上万人涌向机场夹到欢迎的场面,还是深深的震撼 心生羡慕 这种人上人的感觉,只有在国内才能体会得到OK 观点,打卡AUKUS,AUKUS澳洲,我是台湾人 老婆娘家是体制内的人,生活在济南市中心的部队大院 特别没有节能省水的概念 岳父岳母来澳洲生活近一年 洗碗经常让水龙头一直流,10分钟水,而不是先刷碗再冲水 开空调时候不把门窗关好 说是让空气流动 厨房门不关灯和风扇 我一句话问老婆,你爸妈在国内估计没交过水电费吧 老婆想了想说,好像没听说过交水电费这一说 是的,很多,济南很多 很多单位是不交水电费,单位交水电费 观点,用电量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用电增多表明经济复苏,用电量减少表明经济衰退 拉闸限电预示经济会被动衰退,所以今天A股反映是大面积跌停 指数没跌多少 是因为有人拉中石油稳指数 而这恰恰是最危险 网上有人说拉闸限电是有意降低产能,不给美国人生产 价廉污蔑的商品饿死美国人,真是智商堪忧 美国人怎么会饿死,你觉得手上有钱的人 他会饿死吗 就卖不出去商品的人 他才会饿死呀 对吗,你想一下是不是 这个脑子进水了 情况,刚和家人通电话 福建隔离点刚死了个37岁的隔离群众 福建最近持续高温 但隔离点不让开空调,不让开门 去世的这个人 一直说很热,很难受,无法呼吸 但是工作人员不给予医疗照顾,却坚持要走什么程序 最后这个人 这个人活活的 死于中暑 OK 问题,王老师,中国停电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和民主一起讨论 中国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所以没有办法告政府 如果是法治民主国家是可以制约政府权利的 停电是什么 停电是 全世界的公共事业 都有一个运行的模式 通常有两种模式 一种公共服务,我们讲公共服务 有种公共服务呢,就是我允许你垄断 比如说 你这个行业需要大规模的投入 那比如说像发电 或者是自来水 公共服务很重要 那怎么办 那我就招标,招标你要进行大规模投资 大规模投资,但是我呢,我允许你 比如说允许这市场上有两家公司存在 你这两家公司呢,你要做出投资承诺 你得投多少,然后我保证你有一个什么呢 有达到我的覆盖范围 服务条件 就说你能够为我的居民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 然后呢,我给你一个投资回报率 比如说我允许你资本回报率5% 那你就按照你的资本回报率来定价 我就来测算你的投资 测算你的运营成本 把这个全部套进去之后 我来一个定价 然后你能提供有稳定的服务,如果你出了状况我扣你钱 大概有些,通常会有一些这样的 这是一种模式 还有开放市场模式让大家去竞争 有各种各样的模式,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模式 全世界很成熟 中国呢 中国是什么模式 中国是狗屁不通模式 中国就是 中国呢他 就是还是那句话 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他一直没解决什么问题 他一直就没解决 煤炭 和电厂的关系的问题 为什么 他这头要控制电价 当他去控制电价的时候 这个煤炭 和电厂就变成了一个零核游戏 什么意思呢 当煤炭价格上升的时候,电厂的利润就下降 煤炭 煤矿的利润就上升 当煤炭价格下降的时候 电厂的利润呢就上升 煤矿的价格就下 煤矿的利润就下降 所以煤矿跟电厂之间是个零核游戏 他曾经搞过一个价格联动 就是 煤炭价格和电价形成一个联动 但后来他发现联动不行,为什么 因为当他联动起来的时候,电价不受控制 他很想控制 共产党的特点是什么 共产党的特点就是 从子宫 到自来水 从你的人身自由 到我的政权,我全都要控制 中共最喜欢的就是控制 他什么都要管 所以呢电价当然他得管 冠冕堂皇叫什么 冠冕堂皇叫国际民生,我得管 可是他管不好 他又没办法设计出一个 好的制度 所以呢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的问题是 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好 中国没有民主 中国因为没有民主制度 老百姓没有办法把这么这么笨,这么无能的政府选掉 你比如说 这届政府如果这个 电价搞不定,搞不好,拿不出一个靠谱的方案 让他滚蛋,滚 让他走 我换一个能搞得定的 能设计一个好的方案的 这个政府不就行了吗 但是中国没有啊 你共产党搞不定 搞不定几十年搞不定,他还是搞不定 所以为什么老是会限电 老是会限电是 他没有办法设计一个 一个 这个 煤炭 煤炭价格 价格体系 和 电力价格体系 他没办法去设计出来 所以到现在还是连滚带吧 一不小心就 限电 断电 就这个问题 除了治国无方,你没有办法去概括 提问,现在中国政府是不是抛弃了邓时代的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转而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和底线 习近平上台之后 很显然 他已经抛弃了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这个网友说的很对 叫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那么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两个基本点就是这个 哎呀我 到嘴边上忘了 网友提醒我一下,好吗 但是肯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放弃了 那么以什么为中心呢?习近平应该是以 我看看 谁记得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就是比基尼嘛 对不对 他基本上是抛弃了 那么他是以什么 他是叫这个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是什么 就是共产党的这个理想 就把红旗插遍全球 观点限电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市场价的煤 计划经济控制的电价 电厂只好选择停产或者压产 非常对 非常正确 现象 地点墙内,刚刚买烟和商店老板聊天 聊到限电和一些事情,他也觉得 事态大到不能相信中共的说辞 就说明只要事态影响够大 总能够叫醒一部分人 在这个角度下我支持维尼熊不作不死 情况 插座大王公牛集团违反反垄断法被罚 被罚2020年境内销售额98亿3% 即2.948亿,就3亿 相当于去年净利润的13% 只要你生意做得好 共产党都不会放过你的 情况,9月8日 惠州光耀集团宣布破产 曾经摆墙房企光耀集团,光耀破产了,终于破产 光耀集团我记得 他曾经有一个案 这个房地产的案子叫先生的湖 好小子啊,先生的湖,就光耀集团 很引起关注 光耀彻底凉了 2011年到2013年,连续三年被评为 房企百强企业,销售逼近80亿 董事长郭耀明远走海外,自今 光耀集团开发荷兰小镇 光耀翡翠港仍然烂尾,去年东莞第3人民法院曾经发 发出悬赏令 寻找郭耀明 奖金160万 情况 国内伺候人的风气不仅仅 陷于有钱人,国内银行实习一段时间 身边的同事争相为领导办私事 像帮领导停车,办港澳通信证 帮领导小孩报名补习班 领导有被伺候的理所当然 印象很深 有次行长陪客户喝完早茶 拎着一袋子打包食物回来,一个小姐立刻上去 把 紧急签名的文件递给行长 结果行长很生气,你们看着我拿着一袋吃的吗,不会接过去啊 行长明明另外一只手可以签名 提问,我的朋友在当地的一家电厂工作 据他说,他们厂目前 发一多电亏一毛钱 每天亏总额大概100万左右 他说现在就寄望于发改委提高电价 请问王老师,如果电价提高一毛钱左右,那么对 对房价 利率汇率会有多大一下 你想 直接你就问结果什么 我要算,这个要算了 这个 这个不能够 不能这么拍脑袋 但是一毛钱是很大,很高的比例的 现在是四毛钱 如果你提高一毛钱 四毛多吧 提高一毛钱大概是20% 那电价 增加20% 电价是什么 电价相当于水的价格 电价就是工业的水 工业的空气 它的价格一上升 百业都要上升 通货膨胀会上升 这是人民银行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那可能会出现滞涨 提问,煤炭一年进口量才3亿 自产量39亿,进口占7% 也就是说 耗用的煤炭基本上是自产 为什么会控制不住煤炭价格 虽然近两年关停不少煤炭,但总体产量数据也没有下降,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 不管不顾 本来 你不要小看这个7%、8% 7%、8%量很大的 量很大的 所以这么大的量 你要是跌了20%的话,实际上跌了很多的 就是 你会看到很多条船没有运煤进来 这是第1个,第2个 自产的数据是在上升的,比如说今年1到8月是涨了4.4% 但实际上你经济增长,增长了百分之6点几 经济增长百分之6点几,那你煤炭消耗量是增长 可能增长百分之10 所以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进口下跌20%意味着什么 煤炭供不应求 市场 市场很简单 市场很简单的,你就看煤炭的供应和需求 就知道了 观点,从各地的限跌令可以看出,政府一定比我们更担心房价下跌 之前的调控政策只是为了不让它涨 这次广州拍卖拿地的主要是国企 意味着政府开始出手,让他们来稳定房价的军心 有这个因素 王舍一直听到中国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的消息 但我始终不太能理解所谓经济泡沫破裂是什么样子 而中国又是怎么样让 泡沫膨胀到日本的 十几倍还没有破 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才算是 泡沫破裂的那一刻 不同的经济体 不同的这个市场形态 会有不同的膨胀系数 为什么经常讲房地产要破要破,然后一直都没破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有政府的因素 有什么呢,有市场的因素 有老百姓的因素 你比如说我之前讲 地产信仰 地产信仰这是老百姓的因素 地产信仰这个力量很大 它支撑了 它支持了泡沫的膨胀的规律 当中国老百姓的地产信仰比日本老百姓的地产信仰要大的时候 那中国这个泡沫就比日本的泡沫要大 为什么 它会持续的买 很多东西就是因为它持续的买,你比如说当年的这个黄金价格 金价 金价中国大妈们就是买金 就是黄金信仰 当然后来黄金暴跌 这个大妈们赔的一塌糊涂,这个黄金的这个信仰就破灭了 曾经 金价暴涨的,持续暴涨 跟中国大妈的这个黄金信仰是有关系的 那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房 房地产信仰 也是支持了 中国房价的这个急剧的膨胀,膨胀的 比日本要大得多得多,原因就这样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中国跟日本中间还有一些区别是什么 就是政府 政府对房价这种操弄 包括 信息的不透明 实际上中国老百姓都蒙在鼓里 到底这个房子到底什么样,一般老百姓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都是只是听一嘴 都是蒙的 都是蒙蒙的,所以 你说房地产的泡沫什么时候算爆破那一刻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香港房价爆破的那一刻 就是有人跳楼 有人烧炭 房价就不断的在跌 然后新闻不断的在爆,房价跌了,房价跌了,今天又跌了,明天又跌了 中国的媒体不报道 所以你很难知道这一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刻不到来 它还是会到来 只是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壮观 就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静默的悲剧 中国房地产的爆破 它应该是一个静默的悲剧 超无声息的 出现一个大爆炸 大概是个这样的东西 观点,中国政府不受监督 数据可以不公布 也没有定义经济怎么才能算崩溃 再怎么折腾也崩溃不了 崩溃了你也不知道 就是这样 第一 观点,第一,中国政府不能保证供电,就不能保证基本名声 连基本名声都无法保证 怎么还有连继续在台上 二 热衷阴谋论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头脑简单的人 看起来头脑没那么简单 说得非常好 你是我的朋友 观点,皇权时代,皇帝还知道 震灾就祭贫 CCP这个政权 至今为止害死无数老百姓,以前还能到就灾区跟人民 跟人民一起摆摆姿势 现在却干出切断 Lifeline的勾当,还自诩国家管理现代化 舔不知耻 一尊真的像王先生说过的 虽然在继承待过,却不理解百姓的生活 提问,请问王老师 王老师一直说中共的管理方式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假设现在限电是面多了需要加水 请问王老师,央行刚刚降准放水5700亿 是否准备加水的前兆 针对限电带来的后续的经济压力,中共有可能用什么比较猛的加水方式 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是一个 就是左边拐一下,发现这边撞墙了,右边再拐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的水呢,我们经常讲放水是人民银行增加货币供应的意思 这个水不是那个水 OK 你不要混在一起谈论,你混在一起谈论我怎么 这是不对的 限电和人民银行放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因果关系 限电是因为它的电力 电力架构系统 有问题 所以它出现的这种 导致的它这种短缺的现象 人民银行增加货币供应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情况2021年1到7月,中澳煤炭贸易接近零 印度韩国成为澳大利亚新客户 今年1到7月,中国进口澳洲煤 从697船下降为14船 进口量有5680万吨 下降两位数78万吨 今年1到7月,澳大利亚煤炭出口 2.234亿吨,增长40万吨 其中对印度 出口增长 2234万吨 对韩国出口增长1500万吨 澳大利亚的煤炭卖到了韩国跟印度 但是中国不进口 澳大利亚的煤炭基本上来说就很困难,因为 澳大利亚是距离中国最近的 一个优质煤炭的供应地点 因为你看地图你就知道 澳大利亚离中国从海上运输是很近的 提问,老师这几周 几次提到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 但我找不到任何节目的资讯 能否提供你哪些节目 自从三权合一停止之后 期待在其他节目也能见到你 新闻节目会找我 就是 比如说他们就亚洲电台的记者 他们会在做一些题目的时候他会 问我的comment 这是一些采访 还有一些 我也看不到的节目 他们前一阵子采访 VOA采访我一下 我也不大,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管这些,所以 他们采访我也不会去看,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看 你们要看到的就看到,没看到就算了呗 这没啥 这不是我的问题,这也不是你的问题,是自由亚洲的问题 他应该保证大家都能看到对吗 观点,中共不敢绑 美国人质,却敢抓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瑞典人 这说明了美国国籍比其他西方国籍 更具有含金量 其呼身符的作用更最突出 美国应该作为我们移民的首选OK 提问,王老师如果我在海外申请Patreon会员 国内亲友可以直接听吗,还是 还是他们需要翻墙注册才可以听 家人不会翻墙,但我想让他们听这个节目 他们不需要翻墙 你注册好了以后,你把账号 把链接扔给他们,他们就能听了 所以这个不需要他们翻墙 他们只要你注册了,然后你把 链接发给他们 铭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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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